在研究這麼多國家裡面 我發現台灣對於噪音這件事情的容忍度是很高的 就比方說公車 一個公車裡面裡面外面製造出來的聲音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就是我們對於聲音或是接受聲音的認識還不夠多 聲音只要有了秩序,它就是音樂,它就不是噪音 所以我們如何巧妙的運用 環境會出現可能是 你要說它是噪音或是不適當的聲音 把它或成一個和諧或是有秩序的東西 它就是很好的音樂 一開始我們在開這個會 然後就似乎有很多的限制 因為原來公司有它的考量 它認為大家已經習慣既有的聲音了 一變成大家認不出來之後 它原本功能就喪失了 所以在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我就去側錄那個 關門不是會的那個 我就用手邊的烏克莉莉 然後我就 就變成一個 它就變成音樂了 一放下去大家覺得 怎麼那麼可愛 就是那個好像在跟烏克莉莉對話 就開啟了這個是 我也沒有改你的東西 我是在你的修指服上面 彈烏克莉莉 他們就覺得這個好像可行喔 或是說我們接下來可以再怎麼做這樣 剛剛是是說我們看完這個會之後 他們就說 好那我們就是公司進入部再討論看 這要做什麼 就是有可能要把捷律 油卡那個BB聲音換掉 看哪一個的那個技術門檻比較低 我們就可以先做 他們也認為就是 讓程式比較美化一點 藝術化一點這套法 但是他們 不希望有太大的改變 就是 必須也是在某一個框架下面做 好那既然 大部分功能不要動 我音就不要動 我就想到說 呃 怎麼就是用不同的樂器的聲音 去詮釋這幾個音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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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那我就試了 那個洋琴啊 古針也有 鋼琴鐵琴 就是類似質感的聲音 然後做了五六個去跟他們 討論給他們選 最後選出來就是 這個是鋼琴 就是史坦威平台鋼琴 蠻有趣的 就是其實你改變一個小小的事情 整個環境的氛圍就改變 就是音樂神奇的地方 雖然目前這個功能 並沒有達到我當初的預期 但我覺得一步一步 像我後來做了轉程音樂 終點站音樂 然後他們也注意到 悠遊卡這個聲音 它的質感比較多 比原本那個電子 產生出來的那個鼻鼻 好 如果能夠聽得越仔細 一步一步對於 噪音對音樂的要求 都越來越嚴格的話 這個程式就會越來越好 本來做音樂都會 只會覺得我覺得這樣算 我覺得這樣算 但是當很多很多音速線 你都要完成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找到一個 中心點去妥協 就是要找一個中庸之道的東西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就是要展現你的創意或想法的時候 可能也要有整合別人 會怎麼評判這作品的能力 所以才會做出一個最適當 最中間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我學到的功課 其實是變成一個更成熟的 更進階的創作者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